根毛的描述 根毛其实是表皮细胞突出来的细胞突起物 细胞额来跑出来 这个构造叫做根毛 所以根毛就是一个细胞突起物 它比较像是我们之后会讲到 小长龙毛细胞的龙毛细胞上 还有一个小小的突起叫尾龙毛 我们之后再提 我们看选项A选项 它是表皮细胞向外形细胞分裂形成的吗 不是细胞分裂来的 是细胞膜跟细胞壁直接突出形成 并不是分裂来的 它是突出形成的 所以A错了 好,B远项主要是在延长区吗 在成熟部 根毛是一个增加根部表面积的地方 所以代表这边的根已经完全成熟 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物迹 所以并不是在延长部 而是在已经完全成熟的 成熟部也叫成熟区 好,所以你这点B也错了 C远项不论是轴根系还是曲根系 都有根毛 当然啦 你是什么根都要增加你的表面积 所以都需要根毛 在成熟部都有根毛的 所以C是对的 出现项 可吸收有机养分吗 不行 植物是自营生物 自营者 生产者 不吸收有机养分 有机养分 自己合成制造 所以它的根只吸收无机物 包含水分和控物质 有机物请自行合成 所以它是生产者 自营者 不吸收有机物的 好,最后一选项 越远离根间的根毛 越早形成 即 越老化 什么意思啊 越早形成越老化 是这样 我画个示意图来看看 离根间越远 是什么意思 假设这是一开始的根间 好,这都长根毛了 好,又变长了 这是鱼来的根毛 这是新长出来的根毛 找到这里 有发现没有 离我的根间越远的地方 它就是最早形成的 所以这边的根毛是最老的 那这一区呢 最近才长出来的 好,所以离根间越远的成熟部 就是越早形成 所以那边的根毛 也留在这个时间比较久了 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 比较久了 他在考这个观念 这观念是对的 所以这题的依据应该是对的 离根间越远的根毛 代表你很早之前就形成好 所以比较老 生出来的时间也比较久 也比较老一点 所以比较老化一点 是对的 好,以上这一题是多选题第七题